70 軍車入圍公安局 迫放被扣軍人 這麼多車不是搞車展 是軍方想嚇嚇公安局 迫他放人 山東濟南軍區一個基地 上星期三有軍隊職工 開車撞傷兩個人 打算找現役軍人頂爆 誰知被交警釋穿了 職工惡人先告狀 竟然動手打交警 河口公安局便依法抓人 結果惹起軍方把火 運動70 架軍車 將公安局和政府大樓重重包圍 還拉Banner 說 地方無權審理刑區案件 要警方還我職工 軍警大鬥法 網民又怎看呢? 解放軍頭可以碎磚 公安對手可以劈木板 誰贏呢? 有內地網民說 拘捕公安局最終跪下屈服 有分析就認為 今次軍警大鬥法 逐一反映軍隊和地方利益衝突 已越來越嚴重 今次軍警大鬥法